假冒政府部门和本地大学行骗的案件卷土重来 警方发文告指 不法之徒冒充多个政府部门和学府发电邮 向一些企业订购了医疗器材和电子产品等 当企业将货品寄送到了片图提供的货运公司地址后 却无法收到款项 从今年8月至今 警方已经接获了11起相关的报案 涉案金额达75万元